从110年的12月底开始招考考试 到111年的1月份开始禁用正备取人数 到目前为止已经等待两年多的时间 依然未等到备取人员被禁用的资格 从成为高市环保局清洁队备取人员后 已经过了两年 至今仍然没有收到任用通知 而备取资格也将在113年12月31日前有效 有着备取资格的民众直呼 生活快撑不下去了 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想说 我们既然有考上 大家也是在等待就是分发嘛 那但是生活还是要过 就是也是要兼差啦 在这个两三年时间 等待大家都有家庭 大家都希望有更好的工作 哪一个人不希望拥有一个更好的收入 让自己家庭过得更好 对此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召开记者会 并向市府环保局提出质疑 113年清洁临时人员的真事 采先面试后比试有貌例外 也要求应该先停止 113年12月的招考 让清洁队备取名单先补上缺额 陈丽娜同时提出诉求 临时员工的加分制度 直接压缩了其他考生的权益 可以先将等待的备取考生 优先担任临时人员 我想请问一下 先面试后比试到底是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外界非常多的疑斗 正式被取得不补上 临时后门先上 那所以呢 这样一个到处充满了诡异状态的 一个清洁人员的任用 我觉得高雄市政府三思而后行 在这边要求把113年12月31号的截止日期拿掉 让他们可以陆陆续续的补上 第二个诉求 应该要让他们如果有意愿 当临时人员的 可以优先进去当临时人员 高雄市环保局则说明 110年和113年招考方式不同 前者是正式员工招考 后者则为临时人员 并不会影响110年清洁队员 正式的被取人员 正式经用为清洁队员的权益 另外在面试比试上的测验考核 也都会以公开公平原则来进行